經紀委託部的統計 人感在男人的死因當中 死亡率失敗第二冠的 這人感若是早期發現 這五年來的準過率 受到一百% 不過民團支持 目前早期人感的治療 很多都是沒有健康的 負擔是真的很多 或者政府應該 重視人感的醫療 款頁更大的補助 得到癌症的時候 會想說自己是不是要更嚴重一點 才能獲得健保的理配 大家聽起來有時候覺得很不可思議 可是其實這就是 發生在我身邊的故事 我自己就是在淋巴沒有感染的情況下 那自費了一百多萬做治療 乳癌的病友大概在二十歲到 五十四歲之間的病友 其實高達四成五 上有老 下有小 需要復養的階段 所以這些一個癌症 對他們的身體的衝擊 對他們的心理的衝擊 對他們的經濟的衝擊 都是非常的大 根據維護保護的統計 十年來 冷革要希望人數 每年增加四點九% 其中的六星都是早期冷革 有的患者因為經濟 的優含感染的團 到病情較重 有健保給付的實施來治療 民團後有政府 要重視早期冷革 患者的治療款頁 健保室是會言說 會跟民團的建議 帶回去討論 將會更大健保給付的範圍 從早期發現 然後我們也會朝向 就是早期用藥這個部分 優先來給付 那我們會整體的來做考量 但是逐步的來擴大 這樣子 另外在冷革台減入的部分 病團也支出 台灣一直都在三四十幾間 其中有超過一半的路 像龍知道 可以台減算不夠做過 讓政府要加強選擇 可見素是表示 會占對衛生教友 跟山都繼續打招 讓路像龍 同協學生理中 接受台減 記者都想說 正尊有台報報道